重任 也是串甲流啊 不多说先套路他再讲 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 免碎他 到位了已經 修羅武神 哈哈 哈哈 咋还急了呢兄弟 你咋还急了呢 啊 你们打也没急 你还先急了 你还先急了 这个太坦 辅助急了 直接急了 这没办法 我只能给你照单全收了 我就猜到了位在我这个槽里 我直接一个EQ盲Q过去 直接盲Q 薄金翡翠局兄弟 这号薄金翡翠局 复克 复克对面打野 下一把玩味 复克对面 哇 我也会来反华兰吗 对面上野局我们做一下视野 插个阵眼 插完就走 做视野就行了 知道被他刷了的 出门直接刷上野局没有吃河蟹 太坦往河道靠了 那位有可能再吃河蟹了 16个刀 刷了一个山狼 马上到 真敢哪 还有伞 他下去还有一株野怪 要么蛤蟆 要么山狼吧 应该是蛤蟆还在 位的道姓已经破碎了 怎么挽回他这破碎的心 怎么挽回他这个破碎的心 所有人第二组刷了 凭什么 为什么人家不能先武器 凭他先单杀了你一次 经验领先 对啊 这很难理解嘛 他先单杀了你一次哥们 他经验肢肯定比你高半级的 他都2比0 前面1比0 那肯定是经验更高一些的 20刀抓上 OK 没啥威胁 中路蹭个经验升6 对面F6也刷了 等个E技能 我觉得位是有可能再吃的 没吃 直接来吧 那应该是回家去下半区刷野了 那应该是直接回家去下半区刷野了 等一下 CD 看到我了 看到我了 这已经明显是看到了 漂亮 温暖的 对面的 我觉得我了解 我了解 现在双下去要往上路靠了他 准备来我的手掌心吧 我不信他这波会控小龙,不可能 我不信他这波会去控小龙的 这种概率只有千分之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应该马上要来了,来上野区了 我的上野区视野已经把他全部压制住了,他只要来我就能看到他 能看一眼小龙吗 留个成绩 那他能在哪呢 嗯,奇怪 奇怪奇怪 奇怪呀 漂亮 刷有点慢啊 刷完下野区回了一趟家,所以32个刀 上一波是20个刀刷得下,刷完三组野怪,12个刀刚好32 然后回家补了一个鞋子和一把长剑来得上野区 他下一区也怪是空的,所以说 没有的 上路有机会 直接先锋丢了吧,把他越了 漂亮 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好,先刷上野区 位36刀 怎么队友把把优势都这么大呀 我根本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一个个打的打得比我都狠 我根本没有发挥的 上回去了 诶,剑魔有机会 裸杀人数的炸弹人 这个不可能是本地玩家 这绝对是小的 裸杀人数打得这么好 哇 太C累了呀 太C累了 炮车这里能忍住了 炮车这里能忍住了 我在玩小炮 还在拉还在拉 哇 哇哦 漂亮 牛逼牛逼牛逼 nice 拿个小龙 嗯 这把 千万不要死 这把死一射很伤的 鸡来了下路 鸡来下路 杀不了他 这里还能蹲一下吗 一起把他越了吧 把他越了吧 直接给他挡住 直接给他挡住 他依不走的 为啥同样的鑽石大师感觉差距好打 因为有的人是带打上去的呀 一区的大师差距实力差距太大了 带打是一部分的然后实力差距确实也蛮大的因为 太多大区的人转到一区了很正常的 没事没事 小问题小问题兄弟们小问题 就撞那个墙嘛 你怎么变这么大 啊 F6吃了吧 剑魔来了 兄弟们剑魔来了 人头到手 跑了吗直接 哦有个威鲁斯 不过带了个保镖就算了 没什么机会 统子 他这个好运气真的不错啊 队友我觉得都打在别的地方强很多 都很厉害 都很厉害 追 这炸弹该死该死 搞他 我把Q给扭掉了吗 这能让他跑 对啊 对啊现在就差一个了 哦 不交一的话杀不了他 要冷静 我要为了这个去一次不死也没了 那就性价比太低 对面现在爆团爆了好几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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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三个蓝炸够了 一波吧一波吧 心满意足了 拦一下 先拦先拦 不死不死不死 千万不要死 她们坐在不死39 相远看看 外属 一口 四肢 你说 个 闹 谢谢大家